陆古香凤凰国小实施本土语言特色课程教学 评定荣烈基优 幸福国教辅导团 闽课语组召集人曾乙盈 率辅导团人员等一行五人立校访试 并由邱碧霞老师示范教学 凤凰国小校长黄文英表示 推广创新学校特色课程 让孩子们感受了生活语言自然之美 同时也让本土语言往下扎根 拿起乐琴 老师以吟唱的方式一句句教导学生 这里是凤凰国小 学校长期指令于母语课程教学 并且聘请邱碧霞老师 透过投影片试试吟唱方式 并以家乡四周环境编写母语教材 让学生在学习语言同时 也能够认识自己家乡 校长黄文英表示 学训内学生80%都使用美男语教谈 从一年级到六年级 每周都有一堂母语课程 除了现有教材之外 母语老师也会补充相关教材 并把在地文化融入其中 目前学校也有两名 通过认证的母语老师 让学生在学习环境中 能更习惯使用母语 红红高校的学校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孩子 都是讲台语 那在教学当中 对一年级到两年的每周都有一只口的门南语 普通时除了用现身的教材以外 跟明南语的老师 他也会补充一些 向他明南语的教材 也跟我们在地的文化融入进去 那在这么多年的推动的过程当中 学生小孩有很好的表现 除了普通时可以用很流利的门南语来交谈以外 也参加官来各行的门南语比赛 都有很好的信息 目前好好也有老师 两个老师是认证通过 那小孩子在这个学习的环境中 能够用母语来做交谈 我想他们对在地会更有感情 另外县府国教辅导台 门课语竹 指导老师也是常到校了解教学情况以及内容 对于凤凰国小所实施的教学方式 辅导团召集人曾义宜表示 学校母语课程内容相当丰富 尤其能够结合在地查文化特色 让学生更能认识自己的家乡 我们今天来到凤凰国小 来访试我们凤凰国小在本土教育方面的推动 我们也有一个到校服务 来了解到我们老师对明南语教学的用心 我们今天除了看老师的教学后 我们也会知道凤凰国小在本土教育方面非常用心 尤其结合到我们在地的文化 让我们的孩子了解到我们在地文化 可以融入我们的明南语 推动到我们尽量来讲台语 让我们的家庭和孩子知道 这个意言是一种很重要的 不管是文化的团情 还有我们也是一种工具 多一个工具我们就多一个世界 所以我们也是要推动 让孩子多少来讲台语 明南语指导老师邱比较表示 学习母语主要是要让学生能够对语言产生兴趣 因为母语涵盖有老祖先的智慧与文化 学生们喜欢老师们也很有成就感 教过这十多年来 我一直都很高兴 可以教这个孩子 教这个孩子 教他们教一个团圣一个母语 以前我都觉得团圣这个母语是我们的书名 但是后来我发现说 其实给孩子对这个意言有兴趣更重要 其实它有很多文化的东西 像我们祖先的地匯 像我们今天上课就说国务保老母 就是说以前人家说国务就是教杰作物 所以说我们台湾的母亲者就是国务保老母 那老伯就是入家保老伯 可以有这个机会也很欢喜 孩子也很感谢 因为可以让他们唱歌 还可以让他们在当中知道这些历史 知道这些文化 这是我们最欢喜的一件事 凤凰国小现在有6班63位学童 几乎全是茶家子弟 学校虽然迷你 但近8年来在黄校长的努力干预下 107、108年参加本土语文竞赛 南瓜朗读、阅读以及演说第二名 也验证学校落实教育部 以及宪服本土语言 阅读推广计划绩效彰显 其中黄校长、领导友方 以及学校的本土语文教师 居功俱为 记者陈玉智 陆古香采访报道